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只能说就是要看数据来说话 对 所以其实我这边来简单讲一下 他到底讲了哪些重点 我们快速来看一下 第一个当然就景气来看的话 因为上个礼拜美国公布出来 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出值只有1.6% 所以开始有人担心说 可是通膨都还在3%以上 是不是会有停滞性通膨 那鲍尔第一句话就跟你说没有 所以这个是哥 对不对 对 这是比较正向的 没有看到停滞性通膨 对 那第二个但是在声明稿当中 以前都是很委婉的说 现在是在声明稿当中明确的说 近几个月看到在通膨的部分 没有缺乏进一步的进展 好 这是音 对 好 歌音 第三个又来了 他又说Ansley这部分 他们在要有更有信心之前 他不觉得不会去降息 那但是呢 不宜降息 对 不宜降息 来 在通膨持续朝两趴迈进 更有信心 我在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不会降息的 好 所以 他说了6月 可能6月份不会降的 但下一步不会升息 也就是说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降息 要等到我有信心的时候我才降 对 没错 那6月份是不可能的 因为现在不可能有信心嘛 但也不会升息 所以这个算是 因中代格 这是因中代格 好 好 那最后一个 当然其实让市场比较意外 大家本来就觉得联准会 这一次会去宣布 放慢缩表的速度 那本来现在每个月 是从市场回收 950亿美金 原本预估大概是会降到650 所以现在反而是降到了600 所以也就是说 它从市场回收的资金 是更少的 所以其实这是6月开始 所以这个是比较偏割的部分 好 6月起 放慢缩表速度 950亿元 950亿美元降到600亿美元 那么美国公债将每个月的 公债数回上限从600亿 调降到250亿 所以你这个解读是 偏割的 那这样割的票数比较高啊 所以其实可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就昨天整个股市跟债市 来看的话 债券值利率是明显的瓦下掉 而且是一直撑到了收盘以后 但美股的部分呢 那是科技股却大跌 对 科技股我觉得 当然就是刚刚阿关提到的 美超微跟超微的财报跟财测 没有那么的亮丽 我觉得部分也是反映了 市场先前的预期 太过乐观的关系 好 那我们再仔细把 昨天联主会释放的信息 再好好的抽丝剥解一下 第一个就是联主会要保持耐心 为什么 没有细心但是保持耐心 因为现在的通膨 不论是CPI或者是PCE 都还高于这个目标值 两个percent以上 所以还有漫漫长路要走 对 那因为通常就像 那时间点就往后延 就像爬山一样 其实最后一里路 总是那么的难熬跟边碰 总是那么艰困 对对对对 所以联主会其实现在 真的也不知道 所以以目前的联邦利率 期货来看的话 首次降息的时间点 已经递延到了11月 原本上个礼拜 都还停留在9月 所以现在可能是到11月了 但是我必须要说 因为今年11月美国要选举 通常很少 在选举那个月做动作 所以有人说可能是12月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的大概今年就是 如果这样子的话 落在12月的几率是高的 那当然如果未来几个月 通膨有开始 比较明显的降温 我觉得还是有9月的可能性 所以就是9月跟12月 是比较有可能的 那如果是真的落在12月 或9月的话 当然目前市场预估 是降硬嘛 对 所以我觉得 现在市场的预期 的确是已经比较保守一点 就是已经反映了 联准会可能今年 就是只降一码的状态 那最右边的就是在 联准会资产负债表 对对对 现在大概就是在 7.4兆美元 好 我们再往下来看 所以昨天的利率决策会议室 大家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公财值利率 也显示了这个讯息 对不对 对 那我要讲的是 因为10年期公财值利率 去年10月份最高 其实一度逼近了将近5个percent 今年来其实从4个percent以下 一路的攀升 现在也大概就是在4.6附近 那不管联准会怎么动作 基本上我们的看法 你可以看到如果就 职利率还是很高 虽然有稍微下降 但还是很高 对 那只是大家会期待说 如果联准会未来降息 职利率有可能会降到哪里 我们如果就蓬勃的调查预估 今年年底大概也不会低于4个percent 那基本上我们的一个整体富兰克林 国外的团队 他大概看的区间就是 4.25到4.75 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我刚刚是站中间 是因为其实如果就 类股轮动的角度 其实美国股市在三四月份 就已经出现了 我们看一下 四月份美国股市 十摊普白指数 十一大类股 全部一片红当中 唯一收红的是谁 一片黑啦 一片下跌的当中 唯一收红的是公用事业类股 长了将近1.6个percent 就像水电瓦斯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公用事业 它就比较不会受到 景气的循环影响 可是过去公用事业类股 很怕职利率弹升 但是因为它这一次的基期 已经很低了 可能就像我们台湾的一些 非电子股一样 它的基期很低之下 反而这一波职利率的弹升 反而它四月表现不错 对 那反而你可以看到 AI科技股的部分 是跌了超过5.5个percent 因为它涨太多了啦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类股轮动 或者是这种比较偏向于 这种投资风格的转换 其实对大盘来说是好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现在进入到5月份 很多人还是会担心说 美股会不会有5成6绝 其实就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 美国股市过去10年 5成6绝的表现 并不是很明显 5月份平均 大家都还涨了0.9个percent 上涨的几率也有9成 所以我们觉得就像刚刚提到 这两位其实前辈也有提到说 在整个AI的股票 虽然他们对于整个财测展望 好像有点不如预期 或者是毛利率 但部分是来自于 整个上游缺料的部分 并不是需求不佳 那我觉得5月份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5月22盘后 NVIDIA要公布财报 那因为NVIDIA 确定是亮点吗 应该是说 NVIDIA最近的股价 已经从将近1000块 已经跌到了800多块 如果这一波 趁机出现了休息的话 我觉得只要它未来的展望 还是维持正向的话 其实对科技股来说 我觉得反而是逢低 是低阶的机会 那我们回到策略 好我们回到策略 好我们来看 第二届投资策略呢 第二届投资策略 因为刚刚提到了 其实连鲍尔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要启动降息 真的就看数据说话 所以我觉得投资人 真的也不用费心去猜 所以如果既然高利率环境 都会维持更久的话 因为之前很多人会买债券 或买债券型ETA 或买债券相关的一些商品 最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 今年是一定会降息的 要赚价差 那想不到现在降息 好像一直延一直延一直延 那债券还能买吗 第一个我觉得 现在是可以买的 只是你买的呢 目前不建议去买20年期 或者这么长天期的债券 因为它受到利率的一个波动 还是影响很大 所以比较短期的可以 对 现阶段是建议像美元短票 这种一年以内到期的 它可能利率都还有五个percent 或者是说你就是透过 可能四到五年的复合债 同时有公债 投资级债 或者是非投资等级债 甚至有一些美国 因为最近股市也在修正 那债市也看起来 也还没有到降息的大多头 所以你就可以透过 美国股债兼备的平衡策略 然后产业也是科技 金融 公用事业什么都有 也都平衡一下就对了 对对对 那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看不清楚 就用这种平衡策略 让经理人去帮你自动对焦 那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还是看好 目前的一个景气行情 虽然经过了第一季的大涨之后 第二季第三季可能有一些震荡 但是我们觉得多头格局没有改变 所以股票的部分 就是建议要分散 不论是像是生计 科技成长股 或者是像亚洲当中的印度日本 甚至刚刚提到了一些 低基期的公用事业基础建设 都是很好的机会